如果没有水 人类只能存活100小时左右 但是有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物 可以生存几十年没有水 这种长紧一毫米的动物 可以在地球上最热以及最冷的环境下生存 甚至能够承受高机量的辐射 这就是缓步动物 它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 即使它看着更像一个胖胖的八角小熊 大部分的有机体依靠水来生存 水使得新尘代谢得以进行 而新尘代谢则驱动着一切细胞中的生化反应 但是缓步动物也称水熊虫 可以通过低湿引生 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 从而避免新尘代谢需要水这一限制 而并不只有水熊虫拥有这项超凡的本领 细菌被称为古细菌的单细胞生物 植物甚至其他动物都可以脱水生活 对于很多水熊虫来说 脱水需要经历小桶状态 它们卷曲成一个小球 使自己的头和八只脚缩进身体里 以这种状态等待水的到来 一般认为当环境中的水变得稀缺时 水熊虫即进入小桶状态 它们开始合成特殊的分子 这种分子可以形成一种机体 充满水熊虫的细胞 从而代替失去的水 那些对干燥比较敏感的细胞组成部分 如DNA、蛋白质、细胞膜 都会被固定在机体中 普遍认为 这可以使这些分子保持在原位 从而使它们不会展开 碎裂或是混合在一起 一旦有机体获得水 机体就会溶解 而细胞不会受到损害 功能完好 除了干旱 水熊虫还可以忍受其他极端条件 冷冻 废水加热 高强度辐射 甚至是外太空的真空环境 这引发了一些错误的推测 例如水熊虫是外星生物 虽然这听上去很有趣 但是科学证实它们确实起源于地球 并且在地球上进化 事实上 在地球上的这一进化过程 演化出了1100种以上水熊虫 但是很可能还有众多其他种类上代发现 由于缓拨动物如此坚强 它们能够存在于任何地方 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五大洲 都有它们的身影 在各种各样的生物群落中 包括沙漠 冰川 海洋 淡水 雨林 以及世界最高峰 你也可以在最普通的地方找到它们 比如在花园 公园 森林中的苔藓或第一 你只需要一些耐心和一个放大镜 就能找到它们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努力弄清一件事 水熊虫是否能够通过小桶状态 和反干旱技能在其他严酷条件下生存 如果我们能明白它们和其他生物 如何使敏感的生物分子保持稳定状态 我们也许就可以将其用于稳定疫苗 或者是发展能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农作物 通过研究水熊虫如何在外太空的真空环境下延长存活时间 科学家可以找出生命在环境中的极限 以及如何保护宇航员 在研究中 水熊虫甚至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个重要问题 生命是否能够在比地球环境更恶劣的星球上存活 动物的寿命为何各不相同 观看这段视频了解更多 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学习新知识